MING 自拍 就是這些啦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覺得比較特別 我們在馬來西亞,在台灣比較沒有看到的 應該是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吃 咖哩魚蛋 我很期待 因為喔 我們去弄熱,然後一路上都是嗅到它的味道 嗯 嗯 OK 它的咖喱不辣 有點鹹 而且有點甜 我覺得鹹比較多 不過我覺得魚醃是好吃的 嗯嗯嗯 又Q又彈 Q彈 沒有聞到的那麼 因為聞的時候就會很期待去吃它 可是吃下去的時候就 有點失落感 OK 我們就來吃 維湯奶的去花茶 這真的是第一次看過 因為我們所認知的維湯奶喔 都是奶類 嗯嗯嗯嗯 不是蜜瓜就是巧克力 蜜瓜就是純的奶喔 對對對 我來試喝一下 菊花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它跟普通的菊花茶有點不一樣 它比較沒有那麼甜 沒有沒有 清爽的那種感覺 你不覺得它的香精很重嗎 有嗎 沒有啊 我覺得它很清爽耶 我覺得是那種 因為我們好菊花茶多數都是因為口渴戒渴 我覺得它能達到那個戒渴的程度 不算那種色色乾不乾的那種 對啦 它比馬來西亞菊花茶沒有醬甜的很多 對對對 如果像這樣的話我會一直買它 如果我住在香港的話 你還要喝很多東西 OK 我們現在喝下一個維湯奶 檸檬茶的維湯奶 其實這個我不稀奇耶 我會永遠有給我喝過香港的東西 我沒喝過 好酸喔 很酸很苦澀 不能口渴的時候喝它 不過是好喝的 我第一次喝那麼酸的檸檬茶耶 威氣品牌的血米紙 應該是一個甜品來的 芋頭火味 QQ的 兩顆剛才一兩顆 我不太喜歡這個東西 太綿了 對於我一個喜歡吃芋頭的來講 它是好吃的芋頭甜品 可是 我覺得是我們沒有放解冰 它融啊 對它是我們吃起來比較水水的 嗯嗯 放解冰會是好吃的 一樣好 威氣的牛奶 好蛋的牛奶喔 我覺得好蛋真的 真的是沒有什麼味道的牛奶 本來一開始我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輸了一講蛋 我會覺得真的是沒有味道 就是馬來西亞有了媽咪的一個食 可是它自己是橙色包裝 然後 澳洲小麥 還用澳洲小麥 還用澳洲小麥 我可以用一包調味料 它比馬來西亞的還要滿耶 很滿耶 馬來西亞抓下去孔孔的 真的 我覺得很值得 喔 好吃耶 不然我這太久沒有吃好嗎 我覺得好好吃喔 為什麼我覺得 跟Basher媽咪沒有差 是沒有差 可是我太久沒有差 優格 平時我所認知的優格是比較 隨隨的 這個優格很醜喔 不過你是算濃嗎 我懂它很醜嗎 真的很醜 感覺就是沒有密度的感覺 棒 開始有點飽耶 加油 繼續 我最愛吃的 骨腿沙文治 因為我已經在台灣西亞買骨腿沙文治來吃 所以我就要試看 香港的什麼不一樣 這裡呢 對嗎我覺得沒有差 我覺得骨腿沙文治很難有差好不好 是你對它期望太高 海底椰椰 哦 我唸錯了 海底椰椰香奶露 我剛剛唸海底椰椰香奶露 感覺很像太高 你這樣子喝我不敢喝啦 我一定是不好喝 很像一堆香精在裡面的感覺 是不是 然後它完全沒有純的感覺 因為我看到椰香 因為它很愛喝椰 我想 這個這個這個應該會不錯 我覺得它應該改名字 它叫香奶露就好 哈哈 所以我們來吃三條 魚肉腸 我覺得三條魚太多了 我們開一條一次好了 哦 我知道了 我還記得 有一個是大辣魚肉腸 有一個是辣的魚肉腸 我們就只開大辣來吃好了 這個 為什麼我買的東西都那麼不好吃 所以我們來吃魚仔冰 哦 真的耶 哇 裡面是空心肉 嗯 哦 這番茄口味了是不是 很好吃耶這個 海苔口味 這個海苔喔 很好吃耶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耶 現在來試試一個看起來很好吃 CP值超高的一個餅乾 感覺有點像美人學的起司法 嗯 感覺有點不好吃 很好吃喔 好像那種高雞鳴的感覺 因為它中間有夾那個 很像方塊的巧克力吧 咬出去的時候 脆的 跟軟的一起 嗯 好吃好吃 我會買它 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個牌子 這個 吃醬店吧 我沒有看過它出 是Budel口味的零食 所以我感覺Budel口味很油膩 感覺很厚 好甜喔 還有放 麥芽 麥芽糖那個 麥芽餅糖那個你知道嗎 好甜喔 來這個 太甜了 不行 吃了會糖尿病喔 還有加麥芽 又加黑糖 色糖的感覺 它好像懂得懂糖尿 隨便講一個也會中一個 這樣我們要喝最後一樣飲料 最期待的 就是我們最期待 牌子又出名的一個飲料 MMM的飲料 是巧克力口味的 哇 這是我小時候最想用的水瓶 噢 噢 我還沒打開 很熟了咩 我還是不好喝 很濃的巧克力 很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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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濃 我沒覺得到很濃咩 它還是很醜醜的樣子 噢噢噢 可能剛好上次 很醜 也是一個密度很高的 果然MMM不一樣的失望咩 所以如果給我選裡面 我覺得在香港SERVY LEVEN 最可以買一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是 MMM的巧克力 這樣蘇珊你會選哪一個 因為我自己本人是 很喜歡喝優格的 優格類的飲料 真的很棒來到這裡 你一定要喝這個 不過你跟我一樣愛喝 欸我們都是選飲料咩 我們選一個吃咯 我會選這個餅乾 我會選這個餅乾 應該會選這個 魚餅 I like it 所以我們今天香港SERVY LEVEN 事實就到此為止 我們要解決 這~~些的食物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解決這些食物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我們 介紹食物的話 記得留言給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樣的影片 你們會不會喜歡 這個也是我們第一次 做這樣的影片 不是喔 掰掰 如果我們這樣想吃 ễ不宣的 還有一陣子 開箱進行